各位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。 你有没有孩子,有的时候丢三拉四,学校的东西, 哦,该做的作业在学校的书桌上, 该拿的东西他没拿,哦,在办公室里头呢, 你和同事,有的时候要走的匆匆忙忙的, 哎,结果电脑忘了,在办公室里了。 很多人有这习惯,我有一个朋友,是晚辈, 跟我们很亲,没事儿,他就是丢三拉四, 坐在车上出去,到国外开会去。 最后,他把他自己那个随身的那个行李箱啊,忘了。 再打电话也找不到了,所有资料都找不到, 到了国外,再重新的,用传真呢,再给他传出资料来。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。 我就在想,一个丢三拉四的人,一说他怎么办, 他买东西,他喜欢,哎呀,看着这好,好。 我就在想,哪一天他会就丢了。 哎,他看那东西好,好,好,就炸。 哎呀,我就在想,哪一天他就会丢了。 有这样的人,不要生气,这是他的个性。 所以,我觉得,我们站在朋友那场,提醒他一件事。 做任何东西,你要买东西,或者做一些什么资料, 你做两份,有一份留起来,千万记住了。 平常的东西随便掉了,那都没关系,身外之物。 但是,当你重要的一些物件,你要是遗失的话, 那就是很麻烦,很麻烦的这些事情。 所以,从这里我来讲,丢三拉四啊,是我们从小习惯了, 哎呀,就这样,反正不管了,就是总有妈妈在帮忙收, 爸爸在管,等等的。 但是,当你自己独立了,你自己在生活,你自己上班了, 你自己什么,你还是丢三拉四啊,那你到老了, 你就很麻烦,很麻烦。 所以我的朋友,哎,知道自己的习惯, 他就提前在他那个房门的那个开门处, 就挂了一个牌子。 记住,钱包,钥匙,手机,身份证,什么, 健保卡,等等,写好了。 当他要开门,先看看。 哦,钥匙,健保卡,手机,什么,都带了,都带了, 好,没有车。 OK,好了,记住了, 好,丢三拉四,那你谢谢你。 哈哈哈哈 。